今晚想輕輕鬆鬆 和大家講一些花邊新聞 緩和一下現在香港這麼低迷的氣氛 我們中國是禮儀之邦 堂堂大國 當然要認識大體 如果中國國家選手在奧運場上爆粗 就真的收價了 我所說的就是 中國羽毛球隊選手陳清晨 日前在奧運羽毛球女雙小組賽裏 中國對韓國的這場賽事 中國隊選手陳清晨在比賽中段 懷疑不斷大聲爆粗 爆粗說的是什麼呢 我粗 我粗 我粗粗粗 粗 在普通話是什麼意思 不需要我在這裡解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 根據韓聯社的報導 韓國羽毛球協會表示 以陳清晨的行為失禮為由 準備向羽毛球世界聯會作出抗議 國際奧運會沒有規定 不准選手在比賽場上說粗口 但是羽毛球世界聯合會有明文規定 選手是不可以不應該不能夠 在比賽中大聲肉馬 以致令觀眾和評判都聽見的話 因此感到不愉快 是不能夠接受的 事緣在羽毛球女雙D組小組賽的第三輪 中國組合陳清晨解一帆 對韓國組合金超影恐欺庸 中國隊先輸了一局 後來追和 在最後一局中段得分的時候 陳清晨一度相當激動 不斷在疑似大聲爆粗 我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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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賽事當中 中國隊最終都是連追兩局 以總局數2比1反勝韓國 比賽後 陳清晨就在微博發文 暗示自己沒有說到粗口 他的哭翹方式 是對自己贏到球之後的 一種氣勢上的鼓勵 又說沒有想到 可能是因為發音不太好 讓大家有所誤會 自己會調整他的發音 也會努力專注好下一場比賽 中國網民當然紛紛留言支持陳清晨 曾經有人幫他解說 有個解說有個解脫 說知道陳清晨應該在叫 Watch out 不是 Watch out 是 Watch out 不過這句說法 又似乎牽強了些 Watch out 和 Watch out 有一段距離 如果真的撈亂了的話 英文發音真的不太準確 不過我覺得很難相信 中國的選手會在自然流露的一刻 在自己為自己打氣呼叫的一刻 會選擇用一個外語 今屆的奧運 有關中國選手的花邊新聞 真的特別多 中國單車選手 包山谷 中天使 前天在場地單車女子團體爭先賽 成功衛免女子團體的金牌 但是頒獎的時候出了事 兩個人的衣服掛了一個毛澤東襟章 這個做法有可能會觸犯奧運 不可在頒獎台上作政治表態的規定 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五十條第二款 有一個規定 規定運動員、代表隊、官員都不能在衣服 或者裝備等等的地方 出現政治和商業的宣傳 如果違規的話 後果可以是很嚴重的 有可能是被取消比賽資格 和奧運的通行證 國際奧委會在上個月放寬了第五十條規定 已經放寬了一些 是容許運動員在不干擾 和尊重其他參賽者的情況之下 在比賽場地上做手勢 但仍然禁止在領獎台上做出任何手勢 國際奧委會昨天要求 中國奧委會提交報告解釋這件事 現在還在等中方正式解釋 國際奧委會發言人阿當斯說 正在與中國奧委會接觸中 中國奧委會承諾會盡快提交正式報告 和確保不會再有相同的情況發生 毛澤東的美力至今仍然存在 實在厲害 我曾經聽過一個說法 說帶著毛澤東的徽章 毛澤東的趙長能夠為你帶來好運 除了中國隊之外 美國隊都有一個問題個案 這就是美國非裔圓球選手 桑達斯的個案 桑達斯是客人 他亦是LGBTQ人士 還患有抑鬱症 他早前在項目奪得銀牌之後 在頒獎台上交叉雙手 高舉雙手 說要為全球所有正在抗爭 戰鬥的人發色 國際奧委會曾經就這件事 一度展開調查 但現在表示 知道桑達斯的媽媽近日離世 考慮過情況之後 暫時終止了這個調查 其實桑達斯所做的是一個 Noble course 值得令人尊敬的目的一件事 雖然奧林巴克的規矩 不容許這樣做 不過現時的處理方法 都算是合情合理的 還有一件 都是發生在頒獎台上的事 這件事的主人翁 就是俄羅斯奧委會選手 尼諾夫 尼諾夫今年24歲 他在7月27日 用了51秒98的成績 贏了奧運100米貝詠的金牌 是25年以來 四分一個世紀以來 第一位在奧運游泳項目 贏得金牌的俄羅斯人 他在等候頒獎禮儀式的期間 已經戴好女朋友 送給他的貓咀口罩 戴了之後 自己就好像化身成為一隻貓 真的有貓的樣子給人看 不過奧運主辦方 拒絕他用這個口罩上台領獎 根據俄羅斯國營電視台 引述利諾夫所說 他說 我真是想哭 他們不讓我戴我的貓口罩 他們說抱歉 這件事我們不能容許 我也不打算和主辦方爭取了 利諾夫最後在100米貝詠頒台上 最終都是戴了一個白色的口罩 他接著那天7月28日的 4200米男子自由式接力 又和隊友一起獲得銀牌 當時都沒有機會戴到貓口罩 直至去到7月30日 他在200米貝詠決賽 游出1分53秒27秒 刷新了奧運紀錄 再到獲得另外一面個人金牌的時候 這次他成功在頒獎期間 換走了白色口罩 戴上他的貓嘴口罩 原來利諾夫是一個很愛貓的人 家裡養了很多隻貓 他在當地時間8月2日 回到俄羅斯的時候 在他的Instagram看得到 回到家後馬上用Instagram的Story 分享了他的貓貓影片 真是很溫馨的一個故事 我們香港真的需要更多溫馨的故事 來亂一亂大家的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